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妮 每年一到夏天,在我们四川的夜宵摊上 必然少不了结束神器冰粉 但一碗冰粉最便宜的也要卖5块钱一碗 今天猫妮就教大家在家自己做冰粉 做冰粉也是有非常多技巧可循的 但我分享的好方法,保你一词成功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在外面吃的冰粉一般都是用冰粉粉来冲的 所以我们去超市里面买 可以买这种2块钱一袋的冰粉粉 可以做出很大一盆 现在给大家分享在家自制冰粉的几个技术要点 第一个要点,选择一个无油无水的干净容器 第二个要点,在碗中倒入刚烧开的开水 水的温度不能低于90度 水的量要根据制作冰粉的量来决定 我现在碗中的是500克的水 第三点,比例最关键 500克的水里面,咱们应该加入8克的冰粉粉 我这个比例是刚好合适的 如果加的冰粉粉过少 做出来的冰粉口感就会过嫩 加的冰粉粉过多 做出来的口感就会过老 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动 冰粉粉完全融化以后 放在室温下带起冷却 冷却过程中最好覆盖一层保鲜膜防止灰尘进入 水温完全冷却以后 将其放入冰箱中冷藏两个小时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凉爽 不过这里需提醒大家 一定要等水温完全冷却 不然会影响冰粉成型 趁着冷冻的时间 咱们来准备一些调味料 吃冰粉是少不了葡萄干的 在碗中倒入葡萄干 在碗中倒入一勺面粉 一勺食盐 加入清水 食盐杀进消毒 面粉吸附杂志 这样可以使葡萄干上面的褶皱处污垢被清洁得干干净净 葡萄干准备好以后 咱们还可以准备一些熟花生米 这是家里自己炒好的熟花生米和黑芝麻 现在我们来给冰粉注入灵魂熬制红糖 在锅中倒入约80克量的红糖 当然这个量的多少呢 根据个人喜好来进行添加 开火进行加热 缓慢加入小半碗冷水 水的量不能加的太多 小火熬制 咱们将它搅拌得越浓稠越好 R号的红糖水倒入碗中 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的冰粉也冻好了 将其端出 看一下 冻好的冰粉非常的Q弹 就像果冻一样 我们用刀在上面滑上小口子 加入事先准备好的调味料 撒入一把葡萄干 倒入花生碎或坚果 倒入小半碗红糖 用勺子搅拌均匀 那现在咱们做一碗冰粉就做好了 冰凉爽口老嫩适中 这样一碗冰粉在夜宵摊上也要卖8元钱一碗 但是自己在家做成本不到2块钱 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一些水果 包括在咱们四川呢喜欢加一些瓷吧 你们喜欢在里面加入哪些东西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经验 如何判断冰粉是手搓冰粉还是粉对冰粉 咱们可以观察它的气泡 手搓冰粉呢会有一些小气泡 而且颜色偏黄 而像这样粉对的 它的质感会更硬一些 像布丁一样表面无气泡 怎么样今天帮你给大家分享的这招 再加制止冰粉的好方法还不错吧 只需花2元钱就可以在家做出一大盆 想吃多少做多少 大家觉得这个妙招怎么样呢 学会以后自己也在家试一试吧 我是猫林 想了解更多 新鲜有趣小妙招 欢迎在片段下方顺序点一个关注吧